投資朋友大家好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盡責解排 一開始要告訴大家 我們都準備好了 請各位特別留意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來分享 那麼這一次禮拜六日演講會 可能會提到的標股的方面 而且今天快速攻上漲停板 就拼第四季 這絕對是事前告知 今天大家才能夠賺得到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來分享 這個標股寶典就拼第四季的內容 而且我說家族成員 還有朋友誠心邀約 這是一場所謂全體動員 全員集合 甚至是一個大滿貫大全餐的一個 標準演講會 歡迎所有朋友趕快來到現場 而且呢 你來到現場我們著收一點場地費 希望那麼都是認同我們的人來 但是呢 讓各位能夠紅樣回饋到洗盤片線 甚至禁責生技寶典這個DVD 等等這個部分呢 歡迎各位 我們當場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我希望所有朋友 就是現在就趁現在 這是我辦過有史以來 今年最重要的一場演講會 你一定要來 一定會讓各位滿載而歸 一定會讓各位非常重要 緊急而且滿意 就拼第四季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拼第四季啊 各位注意一下 請問美國的返校潮是不是開始了 請問美國是不是耶誕節啊 請問第四季是不是叫做消費旺季啊 請問我們台灣是不是還有中國都要過年啊 那你去想想看 現在大家都覺得心情很不好 現在你已經證明了吧 至少第一條 又是我告訴各位 你一定要注意說 或許現在的壓盤 是人家想要在第四季之前啊 壓假的 叫做虛實操盤法 虛壓假的 真的要幹嘛 真的要低擋進貨啊 真的在低擋進貨 一擋一擋的蘋果概念股 一擋一擋的又上來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有眼光的朋友 昨天已經打電話來了 包含蘋果包含英代爾 年終都有大利多 這個在我們的標股寶典裡面 我會詳盡的跟各位來做說明 包含選舉包含生計 我說你不來你一定後悔 我說假如你在看一些啊 我常常講一件事 只看現行不用大腦的分析師啊 你如果跟著他一直在看現行 唉唷 9月16號長黑耶 9月16號長黑耶 等一下我要跟你說耶 長黑的那天啊 除了黃靖澤以外還有一個吧 還有一個叫做曾明中曾主委跟你說 下個禮拜會變好 長黑那天我上股市現場 曾明中曾主委我第二段跟各位來做解答 他告訴你下一週會變好 請問各位明天禮拜幾 如果下週一開始會變好的話 明天會不會是最後一天 你看一下人家尾盤這樣子翹起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往往第三季的壓盤 未來如果你想到一句話 第四季大好特好 你說老師真的嗎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做更好的分析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我講到說 你是覺得說在這個地方選舉 執政黨會比較有勝算 還是在上面比較有勝算 我說最簡單的講法 也是在上面才有勝算 而且這個圈圈跟這個圈圈 有很多地方類似喔 各位再來看一下各位注意 第一個 KD指標兩個都壓回到50的地方 像不像 其實這個我在9月12號就幫你畫好了 所以我根本就知道答案了 我不用等到9月16號壓盤 這裡有個8500點 大家說不會過不會過 趕快去放空 這裡有9500點像不像 順便跟你講 1234 你覺得會不會有第五波 那是不是在這邊選舉 藍軍會比較容易 我乾脆一點 還是準備要在這邊選 你可以打電話問問 比方說很有名的像羅淑磊 和國民黨的很多名嘴 你可以打電話去國民黨黨部問說 請問一下8000點選舉比較好 還是上面選舉比較好 甚至7000點 有人看到7000點6000點嗎 你去問問看嘛 而且後面還有蘋果 還有櫻袋 還有第四季是汽車的旺季 難道各位真的什麼東西都忘記了嗎 所以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喔 別人我不管 我的家族成員 還有支持敬哲的朋友 禮拜天你到現場 我認為我們就拚第四季 所有各位在今年所受的任何委屈 甚至沒有賺到的錢 第四季一次給他賺回來 我絕對有這個魄力 看你敢不敢來而已 我說話就跟你講到這裡喔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美國股市都不跌 台灣股市一直壓 而且是外資壓的 我說外資壓假的 這叫虛實操盤法 因為他壓得越低 他將來換越之後 拉上去會拉得更高賺更多嘛 那你不壓我賺得比較少 那你有沒有想過啊 台灣股市照理來講 現在應該是9600點耶 那壓這一段幹嘛 變化球嘛 陳偉英已經17勝了 難道你不知道他的左手 變化滑球很厲害嗎 以前王建民的Sligon 也就是所謂的下層球很厲害嗎 你只會看直球 直球只能打哨棒喔 你要打變化球才能打成棒喔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 變化球會發生什麼現象 其實這個行情到底誰對了 今天你就應該要做決定 趕快想辦法跟到靜澤這邊來 不然的話我坦白說 你真的會很慘 為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融券張數 從兩個月以前一路上上漲 上漲到多少 接近488000張 快要破50萬張了 等於說短線之間增加了 百分之接近46的一個融券 50萬張的話就一倍了 從25萬張開始增加 等於說你身邊 每兩筆單當中 就有一個人在放空喔 這是市場上面 這一年來放空人數最多的 可是呢 你看到沒有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像我最近我跟你講 可以這麼講喔 看我節目的人 好像都在看 甚至上我網的人 人數變少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少是對的喔 第一個來 先看空生計股吧 8月21號我說 生計股不對喔 你看空它會V轉喔 我相信 現在沒有時間跟各位說 等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來談一談 是不是像成德這樣 也有三支漲停板 是不是像這個 你一空就空到最低點去了 至少我在最低點 告訴你這句話不能亂空 甚至呢 後來生計股還是 第一個反彈上來的股票喔 所以等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來交代生計 你放心 包含像G啊 我從來沒有忘記 包含像雲層 包含像生計股 我從來沒忘記 所以呢 這一次 那麼生計保典 也是各位可以掌握的 注意喔 然後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相信各位都還記得吧 盤整出標股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 你看盤整出標股 注意這兩個字 我寫盤整 我不是寫M頭 我說這個不是M頭 這是個大盤整 如同什麼 如同這裡一樣 如同這裡前面一樣 看到沒有 這塊地方一樣 這也是大盤整 這裡是8500後來過 漲多少 漲1000多點 這裡是9500會不會漲上去 往往散戶都覺得漲太多了 可是大戶如果漲不夠 往往你覺得好像已經結束了 結果後面還有利多咧 或許我們再慢慢看 各位來看一下 每天都講說漲很多 到了這幾天我跟各位講什麼 你以為這個盤是跌84點 9月16號那叫大跌 我說不對 先找領先股 虛壓盤壓假的 領先不跌的股票 已經落入主力操盤者的手中了 各位注意 有人看空生計漲生計 那就算了 因為反正對生計不熟 但是全市場每個分析 都自認對蘋果很熟對不對 前幾天大立光跌停板的時候 是不是每個又開始看壞蘋果 說iPhone6不好 iPhone6不好用 低於市場的預期 我說這個時候我獨牌眾議 給你看好瓶蓋股 全市場都跑去空浴金光 結果這一波最會飆了呢 你說老師浴金光賠6塊錢 半年報賠6塊錢怎麼飆這麼兇 你放空他就嘎給你看了嘛 對吧 你一停損他才會停下來吧 這叫嘎空盤 親愛的投資朋友 然後我還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散熱導管3338的泰塑 打出一個平台了 各位看到沒有 獨牌眾議選擇蘋果概念股 你說老師原來你蘋果概念股也很厲害 你是講笑話是不是 生計股最難我都會了 蘋蓋股我不會 尤其第四季是所謂的 有題材的股票都會動 當然我剛才跟各位提到 生計股也是其中之一 瑞森耀MM398也有利多 但是這七個利多 包含選舉在內 我們都會帶領各位往前衝 大陸買不到iPhone 請問一下會不會坐火車去香港買 香港只有一家通路商叫做靖勇 所以我說過這兩天我必須要這麼講的 坦白說你禮拜天來的時候 已經輸給我家族成員了 我家族成員這兩天 從9月16號長黑開始 注意喔 等一下我會跟你談 曾明中主委的談話 他在這一天告訴你說下週會變好 真的他講話 我們也開始佈局 你說老師你真的很拍馬屁耶 我不是拍馬屁 是我的看法跟他一樣 我比他先講 那換他拍我馬屁好不好 各位注意一下 來 他不會告訴你 紅海進軍大陸車聯網之後 那麼在之前我上非凡的古海洋凡 我就告訴各位一件事 汽車的成交量一直在2015年之前 都是往上成長 甚至不斷不斷的往上來做一個拉升 各位注意一下下 所有人都知道 最了解汽車的分析師 就是我黃靖的 你說老師你是汽修科的 不是我喜歡開車開得比較快一點好嗎 人家叫我 台股賽車手沒聽過嗎 我還真的賽過車呢 年輕的時候 現在老了不敢了 老了 為了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我家族成員 我要慢慢開了 知道沒有 然後你沒發現嗎 你的老師又看空了 太陽能 哎呀 小摩大麥 所以大家來看空太陽能 注意喔 太陽能正是變化球裡面最好的情況 這根黑黑棒拉下來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有沒有破前滴啊 長黑不破前滴 為之為什麼 為之為虛線右沙盤假動作變化球啊 真動作它在後面一定會出現 這叫長黑點燈 馬上再次又攻上掌停板 你的老師又空了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假如你手上空單只有一點點的 趕快 趕快在這兩天當中想辦法來找到我們 我們會想辦法幫你處理 這件事我免費體檢 假如你手上空單很多了 趕快 一定要趕快來處理 還有呢 假如你現在還是空手的 不要忘記了 我們這次要給各位 滿漢全息 就拚第四季的超級大餐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件事 光這一本 光這一本 有史以來給最多資料的這一本呢 我相信各位 你就會遲回票價 歡迎所有朋友 來現第四季緊急演講 誠心誠意邀請各界人馬 邀請所有支持家族的朋友 這一次一定要緊急動員 全體集合來到參加 阿開 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 新疆南圓領大院 湯泉國際 台灣造政 江南圓領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憲哥當初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異件事 上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中第一絕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中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 及二十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TVD課程 間線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去去聽 去聽 去聽無分之 無分之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市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代用 現場我們也會跟各位來分享 什麼叫做虛實操盤法 注意喔 像這樣子是真的會大跌喔 像這樣子的話 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說不定根本就不會跌 因為這是問號 這是虛實操盤法裡面 非常重要的圖形篇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呢 你去問問你們老師 你們老師一定會跌 因為他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到現場 我一定會告訴各位 為什麼 有人敢在這個地方 叫你做多 不只黃敬哲 還有誰 還有他呀 9月16號 注意喔 亮縮短期現象 下周明朗 你說老師 曾明中主委講話 要準不準 我跟你說 你知我知啊 有準不準 你自己心肝來講 我不會說他很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注意一下 來 2013年12月9號 當時多少 8500點過不了 他說非常樂觀 結果從8477點 轉到9510點 從這裡 這裡是8500點 過不了 非常樂觀 有準嗎 送你1000點 然後到了9500點附近 他跟你講審慎樂觀 當時是8月1號 審慎樂觀 然後他又跟你說 轉穩健樂觀 穩健樂觀 比審慎樂觀 還要樂觀一點點 你說老師 穩健樂觀 比審慎樂觀 還要再多一點點 你說老師沒有過高 那是因為你不會看圖 好不好 看一下好不好 那有沒有過高 穩健的叫台灣五十 穩健的樂觀 到了9月16號 他跟你說 講什麼話 他告訴你一句話 請你注意 亮縮短期現象 下週明朗 換句話說 下週會亮大 亮大的話 今天拉尾盤 我問你往哪邊走 而且他既然 前面都跟你講 穩健樂觀不變的話 那就是往樂觀的地方走 那就是往樂觀的地方走 你的老師跟你 膽子很大 跟主委對坐 來來來嚇嚇你看到沒有這麼大 你的老師膽子很大喔 你的老師給你這1000點都做對了嗎 還是這裡回檔做對了嗎 我說曾主委講話 準 我說講句實在話 你說老師準不準 這個其實你說真的很難嗎 一點也不難 各位來看一下 第四季有什麼樣的利多 第一個 iPhone 6跟iPhone iPhone 6跟iPhone 好 那這個部分 我讓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我們上面寫得很清楚 不管你是不是果粉 外界估一年 iPhone要賣8000萬支 那麼一個月量產才1200萬支 等於說三個月一直到12月底的話 12月底的話也才能夠3600萬支 等於說iPhone跟iPhone 6 絕對賣 從頭賣完了 沒有一支留下來 請問各位 這樣iPhone概念股會差嗎 這樣iPhone概念股會差嗎 你說老師 現在是比較小的iPhone概念股上來 對啊 因為等你看到業績的時候 連紅海都上去 等你看到業績的時候 連大立光都上去 郁金光三支 泰塑兩支 這再兩支 幾支 七支漲停板 要不要再算一下 宏達電影還有 三星也要心機齊發 汽車上調 41萬輛年銷售 這在後面也有寫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通通有啦 都不用放 都有啦 各位看一下好了 讓各位稍微參觀一下 免得說 我們這邊都沒寫 第二個是生計 第三個看到沒有 來Intel 4G物聯網 汽車看到沒有 物聯網 汽車也在後面 各位看到沒有 汽車上調 今天靜澤老師率先帶各位 賺這一筆 應該是很簡單吧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 強調一件事情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這支股票今天也幾乎快漲停 差一檔 差一檔可以了 這支就漲停了 我說啊 手機嘛 手機會變好嘛 這是汽車的嘛 汽車會變好嘛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次我點一點 哇 標股又很多 歡迎所有朋友 好好掌握一下下 你不要被很多分析師 給弄得傻傻的 我真的講句實在話一點 來來來來 很簡單嘛 假設真的往這邊一調的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啦 不要說真主委了 可能馬上就 你也想想看嘛 假如往這邊一調的話 那國民黨很難選 主委可能都動不了 那不好意思講 當然是往這邊走比較好吧 九合一選舉耶 不是只有選市長耶 選舉是多大的事情 選舉是生命交關 但是拚到你死我活的事情 你知道嗎 有一個候選人曾經講過一句話 選輸好像家裡辦喪事一樣 要是我連地保都賣掉 知道沒有 只能講到這裡了 再講下去的話 你不要害我好不好 剩下我們到現場再去講 所以我說過你一定要來 不來會後悔 不來會後悔 而且這次該給的都會給 歡迎所有朋友 好好去想想看 還有政策大力都要選舉 銀帶有Skylake平台 Apple Watch也即將要上市 這麼多利多怎麼會停得下來 你告訴我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來 我覺得這個行情裡面 有人故意引導悲觀的觀念 你說老師 什麼叫引導悲觀的觀念 我覺得啦 因為台灣股市真的比較小 那我覺得外國 現在正在八國聯軍侵略台灣 你說老師真的還假的 對啊 你把台灣股市往這邊壓 你自己家的股市漲這麼高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自己家股市創新高 你根本就欺負我們台灣 沒有成交量 隨便你怎麼壓都沒關係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美國生技股 獲利No.1 那到底我們在搞什麼鬼 炒股大騙局 是不是 生技股裡面 陳德也殺 河野殺 好你今天就算覺得基亞 有什麼地方不對好不好 他不曉得跌停板賣不掉 是他不對好了 這個全部殺 殺完之後呢 那是封面 這是一本書裡面 大概只有這麼小一個角落 這麼小一個角落 對不起我寫錯了 這是什麼週刊 我講不好聽一點的話 反正我也不會去你那邊上班 謝先生你這個週刊這樣子寫的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結果呢 我反過頭來跟各位講說 那你要謝謝財訊週刊 因為他寫完之後 哇 就從D檔V型反轉 就跟你講不要亂空 而且第一個我就告訴你說 他可能會回到38塊 等到號頂的張念慈董事長出來 跟你講說 原來這是漲跌幅的限制 那你有沒有想過 分析師有多少人亂談一通 所以他講說分析師專業水準很欠趨 張念慈董事長還告訴你說 PI88還是會有機會 所以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現在沒有時間講了 我認為這後面還12345 想罵回去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週刊一寫出來 全市場都不要生技 空生技 漲生技 把生技趕快 砍在低點漲生技股 各位看到沒有來 基亞很多那個時候 天天罵基亞想說 這樣子比較有聲音 我也必須要這麼講 我認為基亞這一波跌下來 因為他是所謂的 因為連續性 他有漲跌停的限制 我想大概已經講完了 他有漲跌停的限制 第一次沒考過 結果全部人都一起掛賣 所以你沒辦法高出 沒辦法低進 就變成這種現象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說基亞過了的話 他也會把這些東西 一一一一一一 一路不遙到哪邊去 因為他沒有漲跌幅的情況 我只跟各位講說 任何一檔股票 我都會放在心裡頭 你看到沒有 最低檔的時候把你接回來 全市場沒有人說 基亞賣掉一半了 還要出來跟各位交代的 38張我賣19張 雲城全賣光 我還出來交代 結果後來人家說 誰有基亞 結果查一查二次幾個分析師有 我說實在話一點 任何一個朋友有留下來 我都給你追蹤到底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殺在第一點 你一張少賺95塊 十張少賺95萬 這就是當時 所有分析師在罵基亞 罵雲城的情況 當時所有分析師在罵基亞 罵雲城 罵生技股的情況 當時全部人都在罵生技股 我說我要逆轉生技 包含MM398會 通過FDA的認證 這些只告訴你一句話 我很專業 很多分析師根本這些 他連研究都不研究 他就說生技股是投機的 那你為什麼不講 現在又有人在講說 那iPhone是假的 只是因為這個英文你看得懂 這個英文你看不懂 什麼Gas 或MM398 或Lopit 這樣你看不懂 Lopit就是4152的台位體 人家這一天也是漲停板 OBI822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耗頂創新高 你說生技股會不會這兩天要表現 難講 現在新的股王是他了 OBI822申請納入臨床 洪達電心機齊發 汽車總沒有人講的吧 應該有Skylake平台 現場我們再說好了 Apple Watch 現場我們再說好了 政策大利多要選舉 下週明朗 明天最後布局的一個機會 歡迎你想盡辦法 趕快來到我們的現場 而且所有家族成員 注意喔 所以假如你還沒加入我們家族 今天最開心 因為我們家族成員都會到 我一定把所有最好的都準備在裡頭 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好的 同樣的還有朋友 我們都誠心邀約 就拼第四季緊急演講 現場這裡第四季 生技股加科技股最多 選股的秘籍 消費超級旺季 消費超級旺季 物聯網也有 汽車概念股也有 歡迎所有朋友 想盡辦法 趕快報名 而且 昨天報名的人就很多 先感謝大家 但是呢 電視機前面的你 不管來的人有多少 就算你坐在窗戶上面 你也一定要來 我們絕對緊急動員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現場 一定讓各位非常滿意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一集發生於最大的火災 是自然用火災警报器 怕把瓦斯污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 恢復 Carrie 他一遵挫到有高温或浓烟 会随发出警报孙下 后来无时间通知出来 人赶紧逃孙跟他19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 安装助理器 安全无可逼 请购买富有合格标识这产品 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 幸福当冲的时代来了 分件事 密件事 上电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当冲第一绝学 盘中酒市 结合业内操盘手法 当中快速取材 让您连赚连胜 连赚连赢 盘中酒市 使黄老师及20名功力 超越市场剧作 盘中酒市TVD课程 军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02 2881 0909 2 2881 0909 02 29 jede 1481 0909 5809 0909 950 0909 1009 0909 912 1042 0909 990 1042 444 3 917 0909 980 7409 980 1042 0901 740 940